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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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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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闽王恩赐皇后荣府上皇宫旗 于是泉州府边海各县 便纷纷仿皇宫式样建造大错 传说虽然难以考证 但却让我们对红砖古厕的身世越发好奇 闽南靠近海洋 海风的袭扰和海水中盐的侵蚀 对建筑的保存是极大的考验 你南现存的红砖古厕史最悠久的 可追溯至明代 外墙却鲜亮如新 砖作为教义风化的材料 你南人是如何做到兼顾美观和稳固的呢 此外 红砖古厕中存在大量精美的木雕装饰 木制材料又是如何抵挡千百年来 滨海地带的潮湿气候呢 红砖古厕独特的外形 绅士 吸引了众多专家和学者的关注 为了破解红砖古厕 与闽南这片奇秀山地相融共存的地理奥秘 地理中国考察组跟随专业人士 来到了福建省泉州市进行考察 第一站 大家先来到了距离泉州市区 十五千米外的晋江武殿市 眼前成片的红砖大错 红艳艳的气势逼人 古厕错落有致 流光多彩的燕尾脊层次交错 一撞接一撞 像极了一座座宫殿 武殿市保存着福建省成片 保护面积最大的闽南古厕群 在这片古厕建筑群中 有一座明代建筑格外引人注目 这是闽南地区保存较完好的 红砖古厕之一 庄用宾大宅 这栋历经四百多年风雨的大宅 如今布满了岁月的印痕 晋江自公元七百一十八年 至县以来 一直都是泉州府的首艺 武殿市逐渐成为晋江一大集市 庄用宾宾宅院位于晋江青阳山上 作为朝南 这些是明家静年间的晋细 晋江人庄用宾的故居 队员发现 庄用宾宅明显带有明代建筑特征 极顶燕尾状的极角 与清代民国的大厕相比较 略显平直 红色条砖叠起的山墙上 微微露出的船头 屋顶瓦笼间的瓦松 都见证了古厕经历的历史风霜 专家告诉我们 闽南周边丰富的生土和沙漠资源 为出道这里的中原人 提供了建造家园的原材料 在多年的反复实践中 他们结合当地环境 将兴盛于中原的砖窑技艺 发扬光大 又充分利用笋毛构造 修建起一座座红砖谷 队员仔细观察了庄用宾大宅 发现大宅墙体所用的红砖 非常有特色 历经数百年 带有包姜式的光泽 一块块砖 宛如博物馆里的珍藏 除了队员看到的外墙 陶制花纸窗以及地面 也都是红砖 方形 长方形 六角形等应有尽有 这令我们对门南一带 古老的红砖烧纸记忆 产生了极大兴趣 红砖谷厕建筑专家 范清静老师 有十多年从事红砖谷厕建设管理经验 跟随范老师 队员们来到了一家 距离五殿市十多千米的古法烧制红砖窑 范老师首先向队员解读了 红砖谷厕极具特色的红砖铺成的屋檐结构和功能 我们做屋檐的时候 首先要使用到这个旺砖 它就是平铺在木构建的上面 一个接一个 上面放十来公分的黏土 放黏土以后 就开始铺上这一层 弯弯的 这个叫片砖 它是这样 它有一个讲究 叫做落山长气 十分山落出来 十分气藏在里面 那这样的话相当于这个雨水就不容易侵入了 因为它是弯的嘛 对 雨水就从正中间这个最低处 一层一层往下流 然后它长期的概念 如果立向有风吹来 它也不容易伸进去 对 片砖跟片砖之间呢 我用这个来盖 这叫铜砖 就是这两个在这里 片砖之间简介布遮住 防止雨水的渗入 好 还有两种它起到装细作用 好 比如说这个 好 这个三角型的 我们这边叫滴水 就在屋檐的最后一个片 范老师 我们试一下 好 好 真的 好 就从这个滴水的尖头 往下流了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刚才的 您讲的落山长气的效果 好 好 确实 你看 这个地方都湿透了 但是在这个落山长气里 这个明显这里没有水 对 对 增连芝是这间古法砖窑的主人 有着近三十年的从业经验 谈及米南红砖独特的烧制工艺 增连芝如鼠家珍 队员到现场时 正逢窑口两边师傅 添加木材烧窑 现在烧了已经27天了 此时的砖窑洞口 仅留下一个狭小空隙 用于将薄形板材塞入窑口 增连芝告诉队员 最初几天是用大树根放进去烧 小火慢慢地让窑里的砖瓦出坯去水分 这个阶段已经可以放木板材进去大火烧 等到水分全部排出 就将窑口再缩小 用木屑来烧 直至烧窑完成 这样的工艺 就是确保窑里的砖瓦烧制时间 充分去掉水分 烧成的砖瓦硬度够且不易碎 看着墙边整齐靠着的树根铁钩 队员尝试着学老师傅去除炉渣 这些都是温度特别高 这种天气还不会 如果到夏天就受不了 就全部都流汗 这样搞一下 它这个空气就进去了 对 它就会大 通风它就会大 你看现在这个火 我这样搞完明显 听着呼呼呼的声音 对啊 很大 增连芝解释 目前这个阶段 这窑红砖烧制总时间上 已经过半 需要最大的糖火 让火焰遍及窑内各处 否则会导致窑内底层砖瓦不熟 为了更好地观察 砖窑的结构和造型 曾连芝领着队员 进入了隔壁一个闲置的砖窑 你看我一进来 我就发现最大的一个特色 就是您这个好像 现在铺在下面的这个砖头 它不是胡乱化 而是有意识的 因为我在每一个这里面 我都能看到最底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建窑的一个原理 这个就是电窑 咱们烧火 烧火就有一些呼 对 有些呼 还有咱们撞窑的时候有一些破 那个小的要给它掉下去 还有就是说咱们撞 不能全部那么简 就买一舍都要离开 离开它 它让那个火才会静下来 不然你把它的河堵住了 你让那个火它怎么会静下会熟啊 对不对 如果这几个洞全部弄开 烟就是从这个烟 全部这个下面走 上面先关了几天 再关关下面 下面的关也再看一下 看水分还有吗 所以如果到第三个烟酥麻油辣 再关 水分会一程一程 慢慢地排排出来 曾连之告诉队员 由于一窑中 常常是墙砖 地砖 片瓦 铜瓦 一起烧制 要确保全窑的砖瓦 质地良好 色泽均匀 如何摆放试门学问 为了近距离观察 砖咬排气口和烟道 队员跟随曾连之 来到砖咬顶上 三层楼高的咬顶 只有简易的十台阶 对于已经习惯了的 曾连之来说十分轻松 而队员们觉得异常吃力 我刚才摸了一下这个 应该这是咬顶嘛 对啊 咬顶 对 但是温度并不是很高啊 大概比我手温略高一点 也可能在四十度上下 不烫手啊 不会 不会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就是那个喝度 喝度可能又四十公温 这三个是烟囱 这个是一块排气的 一边三个 这三个 曾连之告诉队员 烧咬时需要经常上咬顶观察 一是看烟道畅通 二是观察排气口的水汽排放情况 以此判定烧窑的进度 确保窑内砖坯渐渐时将水分排出排透 否则会导致出窑的砖瓦较脆 且硬度不够 宁南地处边海地区 风大且潮湿 红砖烧制过程中 保持足够的硬度 是建造红砖古厕最重要的条件 除了烧制工艺上的精准把握 砖坯原料的选择也十分重要 从砖堂顶下来 不远处车间里整整齐齐地 马着砖坯 这些青灰色砖坯表面 非常光滑 质地细腻 曾连之说 这些砖坯的原料 来源于本地红土壤 这种我们的土区蛮有杂杂技的 比较连 还有你看已经出油了 你看 有光泽感就是油是吧 是 做出来它装才会漂亮才会红 我来试一下 真的很连 这很连啊 你看下 还有你再摸一下它会出油 还会出油啊 对对对 你再摸一下 我来试一下 再摸一下 鸡土出油的感觉 这个就是闽南红砖 用的砖坯的原材料是吧 对对对 就是这个 这个也可以做瓦片 也可以做装 你看 越墨越先要出油 它做出来才会滚轮啊 你看 我发现这个土非常连 你看我这个雨鞋都拔不起来 拔不起来这么多泥 是啊 连这走路都不好好做 你看很多 专家告诉我们 红壤因缺乏碱金属和碱土金属 而富含铁铝氧化物 故而呈红色 我国红壤 红壤主要分布于长江以南的 笛山丘陵区 红壤于闽南地区分布广泛 而泉州地区的红壤 因颗粒小 杂质少 粘性强 成为制砖匠人的首选 这其中还有一个特别之处 就是泉州地区烧制出来的红砖 刚出窑时呈现出来的颜色是红偏紫 然而经过多年风霜雨露的牵食 红砖颜色会出现反红的现象 颜色倍加绚丽 因此 明代装用宾大宅所用的红砖 随历经岁月风霜 仍鲜亮如新 而这也是闽南人偏爱红砖的缘由之一吧 考察中队员们发现 红砖古厕附近 立着几个石头墩子 这些石墩看起来 已经很有些年头了 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这个年代应该是在明代 而且清代留下来的那个洗点 这种洗点它上面需要树着一根木头的杆 我们就反做这个木头的饼 来搬动它 我们乡下要种很多那个大麦 有些作为粮食嘛 要把它的那个外皮跟那些王翅把它去掉 就搬着这个洗点 就整个长地这个两个边 专家告诉队员 这些石墩是来自闽南当地的一种 名为京洞花岗岩的石头 京洞花岗岩 是一种二氧化硅含量很高的特殊花岗岩 它的前身是地球深处年度极大的岩浆 由于冷凝过程中 岩浆中的气体无法释放 因此在固结后 岩石中的气泡会形成圆形的金洞 古尔德明金洞花岗岩 这种花岗岩硬度高 非常适合作为器具或者建筑使用的食材 如此坚硬的食材 要是能跟红砖一起作为建筑的材料 不是既美观又坚固了吗 专家告诉队员 其实充满智慧的闽南人 早就想到了这样的方法 这也是闽南红砖古厕的另一大特色 出砖入石 这里就是明代大夫地的一堵山墙 这种作法叫做出砖入石 这个立起来这石头 它主要是把它的最平的一面放在外面 但石头它起的就是一种击撑的作用 好像说立个柱子一样击撑到这种墙 出砖入石它起的就是说 它把一些碎瓦片 碎砖头 还有碎石头用来筑墙 这种主要是就地取材 节省费用 来 我们现在量一下这个墙的厚度 大概43公分 是不是这个石头也有这么厚呢 石头是没有这么厚的 它里面填的一些连土 里面可能还贴到一些砖 据当地传说 闽南工匠采用砖石结合的方式 建造红砖古厕 源自于明万历年间的一次大地震 闽南的能工巧匠们 镇后就地取材 造成碎砖硕是由看到一完蛋的砖子 而言尽是革砖朵了 里面突 operating了 小砖挖 洪水村出磚入石的牆堤 就有著另一種鋒貌 這是一堵明代的三牆 那麼和之前的完全相反 之前是磚多石掃 石頭只是點綴 但是這裡石頭多 碎磚最往只是在縫隙而已 這麼多的大塊石頭 搬運起來並不容易 然而放眼望去 嶺水村裡並沒有見到太多的石頭 那麼為何這種以石頭為主的牆堤 會大量出現在嶺水村呢 專家帶著隊員登上了附近的一座山 嶺源山 山上裸露出的石塊 與隊員之前見到的十年 所用食材一致 都是京洞花崗岩 這個山頭叫做嶺源山 嶺源山有很多這種石頭 這種石頭叫做京洞花崗岩 嶺源山下有個村子叫做嶺水村 嶺水村它的地面表面的土層非常薄 只要挖下的一筆也是這種石頭 所以村民歷來就是挖下地下的石頭 來做為建築材料 特別是漆牆 所以下面建到的那些房子 很多就是這種材料 紅磚古厝出磚入石的牆體設計理念 最初本意是就地取材 充分利用建築廢材 節省建房開支 不易中產生了一種 紅磚白石色彩對比強烈的 不規則之美 閩南人以金包銀 姬姆生姬仔 白子千孫等意韻吉祥的名稱 描述這一景觀 而今 出磚入石的建築方式 不僅增加了紅磚古厝牆體的 抗風化能力 有效地抵禦颱颱風和雨水的侵蝕 更因為其獨特的審美意趣 成為中國民居建築藝術中 一道獨特的風景 專家告訴隊員 閩南地區沒有石灰岩 故而缺少生產水泥的原料 但閩南智慧的匠人 找到了替代品 他們用海邊的牡蠣殼 磨成粉 當作塗法的混凝土使用 至今 閩南地區修繕古厝時 人們還沿用牡蠣粉 增強的傳統技藝 這個就是我們閩南一代的牡蠣殼 牡蠣殼去炭燒氣氧 花效完以後 用在這個紅磚古厝的建築上面 第一種 這個是比較細的 它是有間隔皮膜 加水這樣攪拌出來 這個質量是最好的 連這些也是最好的 專家告訴考察組 牡蠣殼的主要成分 是含有交結特徵的碳酸鈣 在壓力和水的作用下 它們適合充當建築年和劑 並且時間越久 年和越老 臨近中午 好客的村民 特意為大家烹飪了幾道牡蠣製作的美食 鮮香的牡蠣殼粥 讓人食欲大增的海力堅淡 擺放一處令大家垂涎欲滴 隊員們了解到 這一帶海域 自古以來海力產量大 味道好 是漁民們重要的經濟來源和貫常的菜肴 而牡蠣殼 則被用作建築銀河祭 這真是一舉兩得 靠岔至此 隊員發現 閩南紅磚古厝 反映出其所處地獄的風格特性 這種風格的形成 有著多方面的因素 特別是智慧的匠人 將堅固的紅磚 和堅硬的花剛岩磚石混氣 以及牆面牡蠣殼粉黏結技藝 讓紅磚古厝既美觀又牢固 這是閩南紅磚古厝 在中國建築史上的獨特之處 紅磚白石雙波氣 出磚入石燕為己 雕梁畫洞黃宮起 這或許是對閩南紅磚古厝 與環境和諧共生的鄉土民居 最貼切的寫照 作為無數閩南人 繁衍生息的安居所在 紅磚古厝不僅僅 許以人們一處棲息之地 更是將一抹香愁 永遠尖刻在這堅固 溫暖 充滿生氣的古老建築裡 永不泯密 閩南地區地處我國 東南沿海 鼠亞熱帶季風氣候 溫暖 濕熱 雨量充沛 紅磚古厝是磚木結構 這個木構件 最怕的就是超市 紅磚古厝數百年不倒 通風透氣保石房屋的乾燥 是第一要因 智慧的古代匠人 是如何做到的呢 明天同一時間 我們將一起去探尋 更多紅磚古厝背後的故事 好 感謝您收看 我們今天的地理中國節目 我是盛春 咱們下期節目再見